清潔隊人員正在清雲垃圾 卻跟一名身穿襯衫短褲的男子爆發衝突 張姓男子直指點點步伐搖晃不斷逼近 清潔人員意識到有危險 馬上架住對方的手推了一把 但男子卻做事要出手攻擊 下一秒馬上被清潔人員用腳踹飛倒地 只是倒個垃圾 兩人卻在街頭上演全舞行 原因又是因為沒戴口罩 宣導好幾遍卻大喊不知道 29號下午5點半左右 桃園龍潭這名張姓男子喝得醉醺醺 沒戴口罩就出門倒垃圾 這樣的情形已經發生很多次了 屢勸不聽 而且當天下午公布的確診者足跡就在附近 清潔隊員不敢大意再次要求他戴上口罩 結果張姓男子惱羞成怒 心聲不滿用三字巾飆罵還出手拉扯 兩人因此爆發肢體衝突 我們的清潔隊員迫於無奈呢 這用腳能夠抵擋進行相關的一個防禦的一個動作 環保局這邊呢將會以公然侮辱罪跟妨害公務罪呢 請派出所這邊法辦 環保局不侵擾 不只這樣張姓男子沒有戴口罩 已經違反傳染病防治法 最高可以開罰一萬五千元 到了測時大家彼此距離都很近 接觸到誰很難得知 戴口罩是為了保護自己 卻對辛苦的清潔人員惡言相向 這樣的行為實在太不應該 TVBS新聞林志偉吳語亞桃園採訪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TVBSnews頻道 要開啟小鈴鐺哦 還有還有下載TVBS新聞手機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事